上一集有跟大家介紹如何透過很簡單的文字 用一個叫做AnimeDiff的Plugin 幫我們產生一個很短的影片大約兩秒鐘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進階的使用方法 就是如何透過一條現有的影片 透過AnimeDiff來產生另一條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ion 歡迎來到Garion 4 Tech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 YouTube 會通知你們 希望大家給我的影片 Like 讓我的影片分享給更多觀眾 AnimeDiff的安裝方法和基本使用的情況 今集不會和大家詳細介紹 希望大家可以去描述 找相關影片的網址 由於AnimeDiff的安裝相對比較複雜 希望大家記得看那條影片 理解如何安裝那些有關的數學模型 今集最主要會和大家討論 如何透過現有的一條影片 透過AnimeDiff 然後再產生一條全新的影片出來 先和大家看看整個工作流程 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的工作流程 應用的 Check Point 會是 Dream Shaper 的 就是第八代的 LCM 版本 因爲我需要做得比較快一點 因爲如果你不使用 LCM 版本 時間花費得更加大 Cripe Skip 這裏我會使用 2 因爲想彈性比較大一點 Sampling Method 這裏我可以改成 DPM++ SDE Karas Sample Step 這裏因為它本身是 LCM 的 Model 數學模型 我便可以改成它做少一點的Sample Step 換而知我可以整體上的速度加快一點 CF G Scale 這裏我可以用 2 的都可以 長闊這裏是比較特別一點 一般我平時拍的影片 不會很符合 Stable Diffusion 的尺寸 所以這裏我仍然需要打回 Stable Diffusion 產生比較理想的尺寸 我會建議大家打回 Stable Diffusion 例如 512 x 768 這裏是一個直到的畫面 如果你想做一個橫的畫面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 變回 Stable Diffusion 由於我原本的影片是直到 所以我變回 Stable Diffusion 是 512 x 768 接著 謹記 Batch Count 和 Batch Size 都是 1 因爲不需要做幾條 接著 正式開始啟動 Animative 在這裏下戰左右按一下 數學模型我們就像上一集一樣 選擇 VE2 這個版本 Enable Animative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安排做一個 MP4 即是動畫 它亦默認了會做一條 GIF 給你 或者 PNG 即將每一格畫面 輸出給你 這裏接著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其他Number of Frames 不需要做任何事 Frames Per Second 亦可以不用理會 只要有它是 8 到 OK 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一條新的影片 現在你看到的這條影片 它原本的尺寸不是 720p 我就透過 Quick Time 把它變回 720p 原因是如果你是用超過 720p 來給Animeative 吃掉 很大的問題是它會用太大量的時間 去計算我們將會使用的 Control Net 所以必須要大家記住 我們所有給它的資訊片源 需要 720p 但我不建議再小的 480p 所以 720p 是比較理想的做法 當我們放了這條影片 正確它已經吃對之後 你會看到它會開啟第一格畫面 就放在現在這個情況 接著甚麼都不需要再理會 但我們需要 Enable Control Net 我們就在 Control Net 下箭咀嚼一下 我們不需要放任何圖片或影像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 Enable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希望做回一條新的影片 非常接近現在的信員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用 Open Post 按了 Open Post 之後 你會看到它的 Pre-Processor 已經立即選擇了 Open Post Full 我建議大家可以選擇一個 DW Open Post Full 在這裡 還要跟大家再講多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使用的所有數學模型 以及 Animative 的一切一切 都只能支援 SD 1.5 所以你要肯定 你在這個 Model 這裡 按一下 Refresh 鍵 你一定要找回 第一代 Control Net 1.1 的數學模型 Canny 或 Open Post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描述 找回我的下載的地方 找回這些 Control Net 1.1 的模型 不要用任何 XL 的 Control Net 當你選擇了 Control Net 1.1 模型 Open Post 之後 基本上你的設定已經完成了 但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還未打的 就是我們的 Pre-Processor 這裡的 Pre-Processor 我想打回一個明顯不同的東西 我就會打以下這一句 在這裡你會見到我的 Pre-Processor 打了一個漂亮的中國女士 在跳舞 以及穿著一件黑色的皮褲 另外 Style 也在使用 Photographic Style 這裡的檔案 可以去描述的地方 也找到文字檔案下載網址 完全設定了 肯定適合後 很簡單 大家按一次 January 就行了 這集特別一點 跟大家看看整個後台在做什麼 你會見到現在 其實是在做一個 Control Net 1.1 模型 它是一個一個鏡頭去計算 所以你會見到它現在 大約幾秒鐘才能做到一個鏡頭 一共有268個鏡頭 所以需要的時間 我大概計算過 也要10分鐘 影片已經計算出來了 一起和大家看看畫面 我將原本那條和生產出來的影片 一齊給大家看 大家要看到 這是第一格的畫面 你會見到 其實女主角的肢體動作 都相對接近原本的 但細心一點看 它這裡是多了一隻手 大家一齊看播放的效果 你會見到 其實它跳舞的姿態 都非常接近 手的繪畫都相對上可 但你會見到 電腦繪畫出來的這套短片 裏面的衣服 都會不斷有變化的問題 甚至直接說 好像在換裝 另外想和大家再說 新產生出來的片段 那個女主角的面容 沒有做到A-Detail 的修復 所以相對細緻度和畫的時候 可能會有少少出錯了 我們可以透過產生的時候 同一時間再加上A-Detail 當然亦可以加上 我們那個叫Re-Add 的 Park-in 一起把新的需要的 女主角的面容套進去 今天和大家示範了 如何透過Animate Div 用一條原有的短片 透過這個Park-in 之後 產生一個 我們需要應用的 另一條新的短片 整個流程是相對比較耗時的 希望大家可以先去了解和基礎 運作的原理 然後再花時間做進階的 變一條新影片的動作 多謝大家觀賞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一條新影片 Youtube 會通知你們的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Like的影片 讓我的影片分享給更多觀眾 多謝